你不用做别人认可的人 不用去引合任何人的标准 一直需要扬起头来 做自己的自然 感谢他们 从废墟中 给我们找回历史 这一宽也是瓷片 这是个什么 这个要是完整的应该还可以 可能是一个竹台 竹台或花菇的一个底座 偏清中晚期的这么一个 其实学大多数标本 我们都没有见过 绝大多数标本的品种都非常少见 整期都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见过 所以通过学习这种标本 能够了解到很多你所不知道的 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是一个寿制的一个 豆青柚的盘子 这是一个雨香栽 也是一个重振的一个碗 明晚期的一个碗 这里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什么时期的 一个家道 道光的一个豆青 青花豆青的一个品种 然后画的是这种 淡苗的核莲图和花蝶图 这个时期特别喜欢画这种 两边这个都是蝴蝶 中间是一个核莲纹 这个如果完整的碗的话 都是很不错的 这里面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字 膳字啊 喜字啊 都是明晚期的 所以通过这种纸片 能够多学习到很多 我不知道知识 这种明末清初的这种一系图 为什么要单独的拍这些视频 给大家来讲这个标本的知识 因为很多初学者的朋友 一上来就是拿大的整器 价格非常昂贵的一个高等级的器物 其实非常是不现实啊 也是很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没有知识的基础 你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牢 至少你要多建 多看这些器物 没有知识基础 你买一些大物件是非常危险的 这上面有很多这种青花的双耳瓶啊 然后这种青花的玉壶春瓶 还有这里有一个麒麟送子的这种盖罐 还有这种青花的水鱼 是不是 笔石这类东西 然后呢 如果你们没有一个经验 和这种瓷片的知识 你们一上手这种整器 都觉得漂亮 都觉得好 但是你们不知道 这些东西其实完全 完全就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完全就是 没有老器物的特征